新冠疫苗現在變成一個外交工具 大家知道老劇這裡就沒辦法了 唯有打Astroseneca 就是牛津那個 我這裡不可以選擇了 因為我這個年紀 留在輝瑞給年輕人打 我們老人家全部打Astroseneca 我已經打到第一針了 不過第二針要等三個月 不需要等一段時間 我還未有消息幾時可以打第二針 不過排便排期 如果沒有意外 那天就去醫生打到第二針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我們這裡就簡單 用Astroseneca 用原廠的名字 AZ 我們搞定 在歐盟那邊 把AZ列入他們可以旅行的護照上的 疫苗護照裡面 但Astroseneca是一樣的 我們這裡就得到授權 在維多利亞省這裡 我們國家的社會院裡做 印度也得到授權去做的 不過印度說了一個名字 叫做Covid Shield 你換了名字就大件事了 現在印度很多人都打Astroseneca 即是他們自己做的Covid Shield 歐盟曾經訂了一些印度做的Astroseneca AZ去歐盟 但有沒有打到來 沒有人知道 我訂就訂了 但現在問題是甚麼 你這個疫苗是跟AZ一樣一樣 Astroseneca 如果你給Astroseneca在疫苗護照上面 印度的Covid Shield也應該是 不是 Covid Shield不在那個疫苗護照上面 所以現在印度很多人就呱呱吵 這個是歧視 這個是標準的西方做法 你不要奇怪 因為它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跟它自己的利益是無關的事情 它什麼時候就放在那邊 亦都不理會 它不會跟你考慮 原來這桶一樣的水 包括你再來 沒有 現在不包括再來 印度現在當然很生氣 正正式式拿Covid Shield 進去申請 行不行呢 未知 但無論如何 今天來說 就不包括在疫苗護照上面 可以打了這個 印度做的Astroseneca 叫做Covid Shield的疫苗 是不可以免 什麼 Quarantine入境 你一定要放在酒店裡面 逗留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來檢查有沒有病毒 你打了真的沒有用 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現在是非常嚴重 其實除了歐洲認同那幾隻之外 問題就是 中國的科興和國藥 亦都在現在 世衛的名單裡面 他們是否承認呢 現在都未知 他們如果是承認的話 大家沒事吧 你承認科興和國藥 相信中國都會承認 BioNTech和Astroseneca之類 或者麥當娜之類 如果你不承認的話 我相信中國肯定 不會承認BioNTech 或者Astroseneca 我們之前已經知道 中國已經說了 打了中國自己製造的疫苗 在外國打了 如果回中國的話 是免得在酒店隔離 所以現在這個疫苗的外交 正在另一個層面上 在角力中 這只是一個機會 印度那邊的郭家松 就跟大家講講 其實這個角力是有段時間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現在南非那邊 疫情非常嚴重 尤其是現在Delta的毒株 儲用力非常高 至於殺傷力高不高 我們還未知 但儲用力非常高 因此現在南非那邊 希望可以免去專利 讓他們可以做 但是美國肯 歐洲不肯 現在我們知道在 科興的割藥 生產線已經投入應用 所以 遲些可能 整個非洲的人 主要打的都是 中國疫苗 因此 疫苗外交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希望中國政府 能夠為打了中國疫苗的朋友們 爭取到歐洲旅行方面 沒事的 我相信中國市場夠大 你們要來中國做生意 你不承認中國的疫苗 我是不承認你的 你們來做生意的時候 變成要去酒店隔離 大家都不好 所以相信這個是最終都會搞定